大家好 朋友们 8点11分了 给大家看看 水滴筹是如何将爱心捐到美利坚的 而其背后的资本都有哪些呢 感兴趣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加收藏 随着一声钟响 水滴筹不仅向纽约上交发起冲击 同时水滴筹的估值还达到了百亿美元规模 一股的价格已经达到了12美元 既然这样水滴筹也只用了一下午时间 就卖光了自己的股票 要知道水滴筹成立五年以来 这里面都是人们所捐赠的爱心 而水滴筹就这样交到了美利坚手中 同时因为上市保持的非常低调 在瞒着国人的额情况下水滴筹 还在打着公益的目的在收集爱心 相信现在依然有人收到水滴筹的爱心分享 为什么一个水滴筹能够数百亿的估值呢 不算不知道一算绝对是人吓一跳的存在 根据统计在水滴筹四周年成立的时候 水滴公司宣布了自己的一个筹款总额 已经接近了一个300亿的大关 而到今年已经五年了水滴筹不仅突破300亿 同时总筹款冲击到了370亿的新大关 所以水滴筹能够上市估值百亿美元 也就不是一个奇怪的事情 而你知道为什么水滴筹能够筹集到370亿元资金吗 很多人都简单地认为水滴筹筹即爱心捐款 会直接地用到发起捐款的病人身上 然而事实是水滴筹筹集来的资金 并不会直接地转到病人银行卡里 在通常的情况这些资金是先进入到 水滴筹平台的账号里面 也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现金流 而另一方面网络筹款平台 几乎尚不受任何法律法规约束 也就说这些现金流使用分配 都是听从平台的意见 更黑暗的是什么病人如果想要从水滴筹平台 提取到自己筹集的一个捐款 需要提交18%的一个手续费 所以你能说水滴筹是一种公益吗 简直就是吞噬人的爱心为食物 而在美国上市则是交出我们的爱心 这样的企业已经不能说是一个公益企业 说是一个诈骗的公司都不为伯 那藏在水滴筹背后的资本都有哪些呢 根据对水滴公司内部一个信息的申霸 水滴公司背后的大资本主要有这几个 前滴滴出行资深副总裁陶染 前美团点停副总裁陈敏明 前美团联合创始人 执行董事王惠文 这三个人分别是水滴筹的公司监事 合伙人兼大公关业务负责人 副总裁兼在线营销部负责人 另外水滴公司创始人沈鹏 曾宣布水滴完成了1.6亿元一轮融资 而这笔投资是由腾讯 美团点停此外另有一笔由腾讯领投 电商控股公司CEO吴肖光等众多知名的 投资人组成的跟头财团 对水滴进行了近五亿的一个避轮融资 水滴公司对外公布这笔资金 其中的一个用途是用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可能大家对此都非常好奇 水滴筹竟然也要建设人才队伍 招那么多的人用来干什么呢 曾有一个记者对水滴筹进行了卧底调查 发现水滴筹会让旗下的员工 对业务负责内的医院竟然的推签单 让病人只要需要钱就先在水滴筹上筹款 据了解每完成一笔签单任务 这些推广人员就能拿到150元的提倡 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能够做到月入上万 另外地推人员为了尽快地完成 对募捐金额存在填写随意虚假填写问题 并不对募捐人真实的需求进行调查 以及存在一个诈捐骗捐的情况 有的病人已经去世了还在水滴筹发起爱心捐赠 还有只要你同意那怕开包马都没关系 他们都会给你编号捐款的故事 这种事情你说离谱不离谱 正是这种不规范或者根本没有的规范 导致我们经常能够听到水滴筹诈捐消息 人们也越来越讨厌水滴筹了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水滴筹依然在筹集爱心 因为还有许多人不了解水滴筹的真面目 认为这在做好事奉献自己的爱心 所以大家觉得内容有用可以多多分享转发 根据水滴筹2020年的营收财报显示 去年水滴筹实现了营收30.28亿元 同比增长幅度达到了100.4% 这不是水滴筹第一次出现翻倍的增长 事实上自从水滴筹成立以后 在互联网其他公司都为了生存发愁 甚至去年下班那年中国互联网多家宣布裁员 水滴筹却依然保持着快速成长 一个原因就是水滴筹在利用人们爱心赚钱同时 还把现爱心的人当作自己的营销客户 在水滴筹里面不单单有份爱心 他们还会在页面上添加各种保险选择 让人们在不懂操作下因为错误操作 不知不觉的情况就购买了水滴筹的保险 很多人在点击之后因为不清楚 自己已经无意买了保险也就没有取消 直到自己的钱被扣了才反应过来 另外即使发现了自己购买了保险 想要退回保险前操作起来非常麻烦 甚至于最后发现自己只能退回部分的钱 利用一个下三滥的手法你说 水滴筹能够不快速增长吗 完全就是在利用爱心做生意 这种伤人的心可能都是黑的 你是否在水滴筹奉献过自己的爱心呢 有没有陷入到他们的一个套路当中 哎呀在中国啊别说水滴筹了 各式各样的公司是吧 也几乎没有有良心的吧 都是伤天害理屠材害命 谋取暴力毫无社会责任感 是吧当然这个跟正跟更大的一个环境 跟政治环境不无关系是吧 反正水滴筹有的看着挺可怜的 有时候有人发过来一看 哎呦我们家什么什么毛病 什么什么的是吧特惨 有时候我也给个人给他们捐一点 啊有的没有水滴筹的啊 挺惨的有的瘫痪了什么的啊 我也给捐一点啊 适当的吧 太多了我也给不了 反正大家小心吧 是吧在中国就是你要格外的小心 谢谢